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最近但马西Temasek参与的AI Infrastructure Partners AIP基金 正计划斥资400亿美元收购 美国的Aligned Data Centers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场普通的资本并购 AI大热数据中心火爆大资金进场似乎核心合理 但如果你从新加坡国家战略的角度去看 就会发现,这不仅是一场投资 而是新加坡在AI时代发起的算力外交 要知道新加坡虽然没有庞大的土地、丰富的能源 也不是AI算力的主要输出国 但它深谙一点 未来的世界竞争不只是拼芯片、拼算法 更是拼谁能掌控算力与能源的枢纽 而淡马西这家肩负国家战略使命的主权基金 正通过资本杠杆 把新加坡带入全球AI基础设施链的核心环节 这笔交易标志着新加坡从AI的应用国升级为算力股东国 在AI的能源时代新加坡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身份 不是造AI的国家 而是拥有AI基础设施股份的国家 接下来我们就从资本、战略、能源三个维度 带你看懂这场400亿美元的国家棋局 过去几年淡马西的投资重点 一直聚焦在AI公司与科技创新上 无论是OpenAI生态芯片企业还是SAS平台 它都积极布局 但这次不同 淡马西没有投AI企业 而是投AI的物理世界 因为AI发展的真正瓶颈 已经不在算法而在基建三件套 数据中心容量Power Cooling 能源供应Sustainable Power 网络互联速度Connectivity AI的每次训练都在吞噬巨量电力与冷却资源 OpenAI的GPT系列 NVIDIA的推理集群 Google的TPU中心 背后都是数以百兆瓦计的能源消耗 而Aligned Data Centers 正是AI时代的能源工厂 它拥有超过五级瓦的算力容量 专注于高密度AI负载 绿色能源冷却与模块化建设 淡马西通过AIP基金介入 意味着它不再支投AI的上层应用 而是直接进入AI的能源底层 掌握未来十年AI算力增长的关键资源 换句话说 淡马西的投资从科技创新走向了科技基建 它不只是投AI 而是投支撑AI的电厂与港口 有人会问这笔交易发生在美国 与新加坡有什么关系 答案是关系太大了 这次淡马西通过AIP与全球 AI巨头站到了同一桌上 AIP的核心成员包括 微软 Microsoft 贝莱德 BlackRock Jeep全球基础设施合伙人 这三者是全球AI能源与算力 基础设施的核心资本力量 淡马西的加入 使得新加坡首次成为AI资本同盟的第四级 也就是说 当美国负责算力创新 欧洲掌握设备技术 中国推进应用场景时 新加坡通过资本桥梁 成为了全球AI能源体系的中立枢纽 这背后带来的战略红利非常清晰 资本地位升级 技术接口拓展 AI数据中心项目能源战略延伸 淡马西通过AIP进入这一链条 意味着新加坡正构建一种全球能源延伸 未来在轻能跨国电网 东盟绿色能源互联等议题上 新加坡将拥有发言权 要理解这场投资的深远性 就要理解AI的本质 AI不是虚拟经济 它正在成为能源经济 每一个AI模型的训练 背后都是电力冷却 与网络资源的巨大消耗 而掌握这些资源的不再是科技公司 而是基础设施资本 新加坡早就意识到这一趋势 在AI时代 国家的竞争不只是算得快 更是要能耗得起 见得稳 管得住 但马西出手AIP 就是在用资本进行一种能源外交 通过参与全球AI数据中心 与清洁能源投资 新加坡不但获得利润 更重要的是控制权与知识权 这让新加坡在AI世界的角色 从应用国跃升为能源与算力节点 它不靠土地 靠电厂 而是靠资本与制度 赢下AI基础设施的席位 换句话说 新加坡正在成为 AI时代的能源股东国 这起400亿美元的收购 不只是戴马西的一次投资 更是新加坡国家战略的一次突破 在这个AI重塑世界的时代 新加坡深知自己不可能成为 制造大国 资源大国 但它可以成为AI时代的资本中枢 与能源连接点 但马西参与AIP是一个信号 新加坡正在构建 AI基础设施版的全球存在感 未来我们或许会看到 更多绿色数据中心 在新加坡本地落地 更多东盟国家 成为AI算力合作伙伴 更多资本联盟 以新加坡为金融中枢运作 所以这不只是一笔交易 这是新加坡 以资本为语言 以能源为杠杆 在AI时代向世界发出的制度级宣言 那么你觉得这一次 带马西压住AI算力的布局 能帮助新加坡 在全球科技浪潮中 占据领先吗 评论区告诉我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